好,繼續問你哪一個是最近Purple Goods的Nature Purple Goods就是Non-Vifal in Consumption And Non-Excludable in Consumption 問一問,記住,一定是有Consumption 寫的時候是這樣 Non-Vifal in Consumption, Non-Excludable in Consumption OK,哪一個是最近呢? 我們看看吧 第一個是莫澤特的音樂 他做了出來的音樂,變成曲譜,流傳於世 任何人都可以用,你都阻止不了他 一些知識、虛無緹緹的東西,你沒有實體的 你怎麼去阻止人用呢? 而你是在用這個音樂 它是旋律的時候,其他人都可以用 所以是Non-Vifal in Non-Excludable 所以這就是Purple Goods 為什麼後面不是呢? 就是做出來的表演 因為表演的話,作為Purple Goods就沒有那麼英俊 因為你看看你的表演在哪裡 如何表演,收不收合場費 這些都可以去限制 令到他沒有那麼像Purple Goods 所以這個沒有那麼好的答案 B是沒有那麼好的答案 C,CD就簡直一定不是 因為變成CD之後就是Vifal in Consumption 你聽到我聽不到,那隻CD 那隻CD 那也是Excludable 我可以不給你用 那隻CD Performance B不對 D不對 D不對 很接近 這兩個腳都是一個表演 一樣 跟你表演 視乎場地 視乎你的設計是怎樣 都可以做到Excludable 所以它不是一個最好的Purple Goods 當然你可能問一些 街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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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更近Purple Goods 在音樂廳裡做的Performance 因為你很難阻礙別人看 對吧 所以 這條就不是問你 是否絕對是Purple Goods 而是問誰最接近 A是最接近 B、D 也有Purple Goods的成分 不過A不夠近Purple Goods 不夠近Purple Goods 所以我們不選B的答案